好 当然呢 目前的整个各组的候选人 他们民调支持度是如何呢 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 这个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他有说 其实根据国民党内部的最新民调显示 侯康佩跟赖萧佩的民调 现在差距只剩下一个百分点而已 甚至呢 在这个20到29岁的族群当中 还跟赖萧佩已经打平了 但是呢 美丽岛电子报所公布的 第86波的追踪民调 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的赖萧佩重挫了2.7个百分点 现在跌破了四成 民调数字来到了37.8% 国民党的侯康佩 趴升到了32.6% 好 当然在这个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当中呢 蓝绿的差距再度缩小了 民众党的柯营佩的支持度 也是持续的回升 得到了17.3%的支持度 对于这个部分呢 前立委沈富雄有说 侯友宜现在应该把气势拉上来 就像中张投地区以北 好像国民党以前一样优势的时候 该赢的都赢的话 那么如此一来就会过关了 至于在这个民进党的部分呢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 萧美琴她的国籍争议还没有停止 虽然内政部以及中选会 都已经挂保证是符合规定的 不过呢 国民党挖出了19年前 萧美琴的自传 好 针对绅士的自白 她提到自己只有美国籍 一旦放弃就会变成无国籍的人 同时还调出过去受访资料痛批 萧美琴至少有三度变换说法 但是呢 萧美琴自己说了 她已经通过了中选会 跟内政部的审核 自己就是驾杠的台湾人 秀出萧美琴2004的绝版自传 国民党再秀出新证据 因为自传内文萧美琴提到 别人是有两个国籍 而我却只有一个美国国籍 如果放弃了就成为没有国籍的人 自传的自白显示 萧美琴可以分得清楚国籍与户籍 白银之一就是为了选副总统在硬拗 更神奇的是 这本自传不止市面上找不到 读书馆馆藏通通都借出 想借还得排队 统整萧美琴过去三次 对自己国籍解释 2000年声明强调 因为父母关系同时拥有 中华民国和美国籍 但在台湾没有户籍 2004年出版的自传 又指出自己只有美国籍 如果放弃会成为无国籍的人 换到2009年则表示 从小只有美国籍 后来选项桥选立委 才依法成为中华民国籍 都已经经过我们国家相关的机构 来审核 所以我想这应该都是 没有问题很清楚 那我就是驾杠的台湾人 萧女士的父亲或者是她个人 她从来都没有上市国籍的一个资料 所以她至始至终就是中华民国国籍 面对国籍争议 萧美琴说法 频频遭新证据打脸 过去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她直白说 我们不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国 如今国籍疑云未清 就连网友也看不下去 痛批是双标大饼 难道法律遇到民进党就转弯 质疑萧美琴出来选副总统 还不守法 就连自己国籍论述都不清楚 如果连萧美琴自己都搞不清楚她是谁 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 她今天居然要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内政部级中选会一句话带过 想传过水无痕 相关书面资料统统没有 草率作法让萧美琴的国籍始终打上问号 第二层所以那句台北采访报道 好 不过针对这个萧美琴的国籍争议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到 这一回主要是由淑惠罗志强跟徐晓星 等人就揭露了萧美琴在2004年的绝版传记 好 书中呢 萧美琴有自认 我只有一个美国籍如果放弃了 马上就会变成没有国籍的人 因此引发外界痛批的是 如果不是当年为了保有美国籍而说谎 那么就是如今的萧美琴 她为了要选副总统而说谎 因此呢 民进党跟萧美琴都应该出面 说清楚 讲明白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脸书粉丝专业政客爽也立刻指引了 2004年跟现在的萧美琴 到底哪一个在说谎呢 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赵绍康 到了各大专院校去演讲 但是现在一次遭到打压咯 因为呢 原本在今天要跟 东华大学学生的座谈临时喊咖了 所以赵绍康他也说 我跟学生沟通一下有这么可怕吗 没有这么可怕吧 反观民进党的这个部分呢 能够在各个大学自由演讲 而且赵绍康今天又要出席北女的校庆 赵绍康也感叹赵绍康啊 现在有执政党的优势 他只能够尽力而为了 当然民进党已经执政八年了 侯友宜有炮轰做不好 早就应该下台了 换了他自己 如果四年没有做好就会下台 另外呢 柯文哲过去仇视财团 狂喊的是居住正义 没有想到呢 这一回是有YouTuber 到了英国开箱 无幸运的伦敦豪宅 所以呢 外界也立刻讽刺 柯文哲根本是前后不一 侯康佩拼政党轮替 专访时再度痛骂 民进党贪腐重申 早该被下架 这不好就化了啦 要轮到八年 有时候八年都太长了 如果今天我们赵绍康两个人 四年如果做不好 不好意思我们两个就下台了 我们自己都该换人了啦 不过不会做不好啦 我们当然不会做不好 但是我们要 赵绍康日前校园演讲 掀起热潮 没想到这两天 原定去清华和东华大学 却受到阻挠 对比赖清德 先前走遍中山城大和海洋大学 甚至有校长狂护航 蓝军质疑 执政者首身进校园 搞双标 请看过去赖清德 也是照样跑到各个大学 过去曾经帮赖清德 护航的相关老师校长 现在愿不愿意 来让赵绍康进入呢 请问这些受阻的学生 你觉得他们会投给谁 当然不会投给民进党 凭什么举办活动 要被民进党打压呢 教育部一定会受到 民进党的影响 教育部长一定是民进党派的 民进党任用的嘛 所以他不听民进党 要听谁的呢 搞双标的可不止民进党 过去柯文哲 痛骂财团用刀叉吃人肉 如今却用星光集团公主 当副手 家里有钱不是错 但是政治人物 过去说的和现在做的 有没有矛盾双标 都逃不过全民监督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但是赵绍康前进校园的 这个演讲行程 不只东华大学临时喊咖 他同时也有透露 原本预计受邀到 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跟文化大学 等等学校演讲 但是都被学校给拒绝了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了 现在正值选举期间 公立学校如果要避嫌 是可以理解的 好但是就连私立的文化大学 都拒绝赵绍康 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这恐怕就代表民进党执政七年多来 对于教育系统介入很深 这个学校连文化大学都会拒绝 这个我是有点意外 因为那已经是私立大学 而且坦白讲 那个向来跟 以前国民党还有不少人在当董事 对不对 所以连现在他们对教育部 也那么戒慎恐惧 对啊 很怕啊 真的很怕 不因为教育部有权 去做教学评鉴 那在里面是很容易给你穿小鞋的 公立学校我可以想象啦 因为都是公务员 搞不好还给你记过 找别的原因啦 那文化大学也怕成这个样 这个表示民进党执政七八年 对这个部分介入很深啦 不然不会这样啦 事实上我问我好几个朋友 这个有关行政系统的 他对检调 还有对司法系统 对这个外交系统 教育系统都介入很深 还有文化部 文化部 这个大概是蔡英文最大的成果 因为教育部以前没有管那么多的啦 当然那个选举期间去校园 这个法律没有规定啦 可是基本上公立学校 我知道是大概会避嫌 可是私立学校也避嫌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不准其他这些的 wet衣票 因为说能 Чер装 有额外的10天 也记得迫正午员 有额外的每个人 都是厚的 明天 这边 都会出发 都会尝尽 曾味方